這件事情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局面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是GINO想要白吃 他把這個女生當成是一個物品 心想說我今天可以性侵你一次 我還可以性侵你第二次 哈囉各位朋友好 我是激勵達人鄭狂語 總統用自己的故事還有社會時事來激勵你 也希望能夠帶給你更多的正能量 你看這幾天我們的網紅GINO脖子裡頭的GINO出事啦 出了什麼事情呢 我先說我跟GINO也算是除了一面之源以外 我之前有另外一個活動 因為他那個時候的形象還不錯 差一點要有合作 還好你剛才怎麼沒拿到 不然拿到的話我跟大家講很慘 你好不容易拍好的影片上架的影片 一出了這個事情網紅性侵的事情 哇那整個影片上架搞不好我們還要賠償啊 所以我常常都會跟我的業主說 我知道你會很想要找網紅或者找所謂的名人 但這年頭呢名人很容易出事 所以我們還是呢弄個動畫人物啊 弄個虛擬的人物會不會好一點 再不然呢直接找我當代言人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麼我回頭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次啊 網紅GINO 各位不是那個演員GINO啊 網紅GINO他出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啊 他呢據說啊 跟以前合作過的女同事呢 在某一次活動結束之後呢 趁著大家不在的時候就性侵了這個女生 那性侵這個女生隔天呢 這個女孩子覺得說 好那如果她願意誠心跟我道歉的話 我可以接受她的道歉 這件事情就當沒事就算了 就約了GINO碰面 沒想到GINO當天晚上又性侵她一次 這個女生就火大了就告她性侵 那這個案子呢到法官那邊審理 各位現在判決啊 最起碼一審判決已經出來了 就是呢GINO他要做了好像是要判四年多啊 各位你看啊 這為了搞一個女孩子就要付上四年的代價 你說這是不是歹路不可行呢 但是我從這個事情啊 要分幾個不同的面向來跟大家說 第一個我一定要強調啊 GINO已經被判刑了 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也不會想要幫她什麼漂白啊 反白啊什麼 不會 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是這個 各位有沒有可能啊 你想像一下 會不會有另外一套劇本 什麼劇本的就是啊 說不定啊 當時啊 這個女孩子 她雖然被GINO這樣子之後呢 她也不甘心 可是呢 她也許會覺得好吧 那這個男生喜歡我 如果她是想要真心想要跟我在一起的話 喜歡我的話那也許OK 所以呢她就想看GINO表現了 結果沒想到GINO第二次跟她見面的時候 沒有說 你就當我女朋友 無論如何 不管你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只要你沒有結婚 做我女朋友吧 她是用這種哀求拜託對方的方式呢 誠心的展現自己的誠意 又道歉 然後又希望對方抓她女朋友 我認為這個女生呢 要嘛就跟她在一起了 要嘛即使有種種原因 不想跟GINO在一起 也不會告她性侵 這件事情會發生到 發展到現在這個局面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是 GINO想要白癡 誒 她呢把這個女生當成是一個物品 心想說 誒我今天可以性侵你一次 我還可以性侵你第二次 反正第一次呢 你沒有說不要 就算你說不要 我還是成功啦 那就再來第二次吧 她以為可以反覆地這樣成功 所以誒 慘事就發生在她身上了 所以從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女生說不要 那應該就是不要 當然啦 除非這個女生呢 像謎片裡頭一樣 Yamete Yamete 就是嘴巴上說不要 但是一副很想要的樣子 那你當然是OK 只是現代的男生 我認為比較吃虧的就是 即使這個女生當下是說要 她回家後覺得不要 那就變成不要了 你就非常有可能被告啦 喔 於是這整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要跟多年前 另外一件事情 一起來討論 什麼事情呢 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一個土耳其人 本來在台灣呢 好像也過得很好 好像也交很多女朋友啊 結果有一次呢 把一個女生帶回去之後呢 說是要看貓咪 當然啦 就來硬的啦 來硬的之後呢 就被這個女生告了 誒 這個女生呢 告了她 然後這個土耳其人就因此又坐牢了 我認為 土耳其人跟GINO的事情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呢 男生啊 滿腦子想要白吃 或者是滿腦子只想要搞 不想要有任何的情感糾葛 那這種事情 如果你跟對方是已經說好的 一開始就講明白的 或者是你是付費的話呢 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 你還想要找良家婦女 你還心存僥倖 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就 吃了一下 我自己嘴巴抹乾淨了 就當沒事了 很抱歉 簡單講 這年頭的女孩子啊 你如果不把她當人 她就不把你當人 要嘛送你進大牢 要嘛 當你好好地跟對方談感情 事情自然地走到那一步 那自然就會發生那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一心想著 就只是搞這件事情 但是你不想有其他任何的責任啦 或者情感的連結的話 那很抱歉 非常有可能 土耳其人 還有GINO的下場呢 就會發生在你身上 甚至 甚至啊 我是激勵男人鄭誇宇 總是用自己的故事 社會實事來激勵你 也希望能夠帶給你更多的正能量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